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说我会一些物理化学 我会美国总统实证报告 什么什么的一般的新闻 或怎么样 外国报纸 我拿手上看得像一回事 外国小孩子七八岁八九 看着吼吼吓一跳 那个他看不懂 他看得很吃力 很多次不认识 外国小孩子 这个叔叔 台湾来的 大陆来的叔叔很厉害 然后他跟你讲 有机食物啊 蛋夹啊 马尾小孩子都会讲 结果你不会讲 那个小孩子就 奇怪 怎么这个叔叔 英文好像不错哦 算是亚洲人了 可是什么 简单的他不会 你问他携带 我携带松了 不会 他跟叔叔 你就携带松了 结果是叔叔听不懂 然后又跑去看 New York Times 又跑去听CNN 可是 可是 纽扣他不会讲 纽扣的洞也不会讲 有机食物不会讲 马尾巴不会讲 鼻孔不会讲 难的 一大堆很难 但是他会 譬如说 我父母喜欢去 地中海国家旅游 My parents like to tour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due to the fine climate and scenery 我父母 因为加S嘛 父母通常两个都健在嘛 如果一个不在 或单亲家庭 当然就不用 一般是加S 喜欢去tour 这个字可以名词 也可以加动词 那名词也可以tour 也可以加RNG 都可以 Mediterranean 这个med就是中间的部分 就是地中海 中间的部分 地中海 地中海国家 Due to the fine climate 就是因为它的气候很好 不是天气很好 Climate 那个climate是长期的 气候很好 叫climate 就是一年四季 这种气候 weather就是一天的 一两天的 所以climate跟weather 你说今天或这两天的 天气很好 你要用weather 那说这边气候很好 气候 这个 这个四季如春 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中文也是一样 英文也是一样 这个气候 是长期的 climate 天气 短期的是weather 两个不一样 cineery就是风景 好 那我们看 顺便看看世界 比较几个有名 当然没有包括所有的 只是我们举个例子 全部写 写不完 Mediterranean Sea 我们都大写 专用名词 地中海 那爱琴海 Egene 这个音标念在第二个 Egene 爱琴海 Egene 就希腊那边的 这个欧洲 西方世界的 文明的发源地 就是最早那个 克里特岛那一带 然后再来是希腊 再来是罗马 然后再来是现代国家 那波罗的海呢 Bartic Sea Bartic 波罗的海 我们就翻成这个 波罗的海 在比较东欧那边 然后Red Sea 就是那个 圣经旧世纪 那个旧约 不是旧世纪了 创世纪 旧约里面的 红海 摩西渡红海 Red Sea 东海呢 这边就是 亚洲啦 中国那边 East 这边有China East China Sea 应该叫 东中国海 可是习惯叫东海 那南中国海 South China Sea 北海 北中国海 不是啦 英国那边 北海石油啦 North Sea 北海那边 那当中国又有北海了 其实中国北海叫什么 叫北加尔湖 它是湖啦 苏联那边 苏武牧羊19年了 北加尔湖 那日本海 Japan Sea 我们顺便来念一下 Mediterranean Sea Aegean Sea Bartic Sea Red Sea 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North Sea Japan Sea 那羊比海大 我们说海很大 其实羊 海不大 当然海又很大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羊最大 Ocean Ocean最大 然后才来是海 然后才来是一般的河啦 江啊 湖啊 西啊 什么一大堆的 那像西啊 最小 所以是羊最大 再来 海 所以一般叫海洋 应该叫洋海 洋比海大 然后才是河流 那当然湖泊 这是包围起来的 再来是河流 再来是溪啊 什么东西 大概是这样分 那我和同事经常呢 共乘车子上班 共乘 就大家 只要家里距离不远 一起 比如有的是 就一个人固定开车 大家坐到车子 有的是 今天开你车 明天开我车 不一定 反正就是 共乘 就像台湾那个 高速公路 怕起 所以重大节日 像过年什么 就是要共乘 一部车 一定要坐完 四个人才能上 高速公路 不然的话 在闸道那边 就被拦下来 或者你上去 被发现 要罚钱 叫共乘 I went to office with son associates by carport open carport就是这样子 pour本来是游泳池 你说汽车游泳池 这个跟着共乘 没关系 因为pour他除了是游泳池 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合资 就是大家一起出钱 有钱出钱 有利出 叫合资 那后来就是合车 所以字都会变 本来是游泳池 游泳池好像很多水 集合起来 变成一起筹钱 一起筹钱 又变成大家一起用车 搞不好以后 pour又变成 大家一起共乘 太空船 这当然现在没有 这是我胡掰的 没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用法 但是搞不好以后真的 被我说中了 也不一定 所以字都会变化 I went to office with son associated by carport open 这个 这边应该是小女孩 我们就去掉 那个小女孩 那个女孩子的 马尾巴发型 好可爱 It's so cute of that little girl's ponytail ponytail就是 马尾巴 头发 它也是真的是 这是马的尾巴 可是我们 当你讲马尾巴 可以 可是一字多一 一个意思好久 用在动物上叫马尾巴 用在人 尤其女孩子 因为男的女 不能叫马尾巴 pony 就是 pony是小的马 那小的马有两种 一种就是 它真的长不大 那种小马 另外一种就是 可以长大 可是它还是小马 所以两个都有 但是 真的小马 又是 又有别的字 它的尾巴 马尾巴 It's so cute of that little girl's ponytail 有机食物通常比较贵 microbiotics 就是有机食物 这是 用 我们用这个字 就是 生化 生物化学的 所以那个 所以有些人就不喜欢吃有机 有机就是不傻 不傻农药 自然生产的 有机一般是可以吃的 就是那种改基因的 基因改良 很多人不吃 因为它那个有些副作用 那有机是可以 有机就是 不用农药 那当然这个比较好 但是比较贵 那基因改良 就很多人不用 microbiotics is often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usual ones 因为它不用农药 成本比较高 尤其水跟蔬菜 它就比较贵 因为它 你也不能 因为没有农药 你就长虫子 也不行 所以它保护得好好 有的要在那个花圃 在那个菜圃里面 要这个 温度啦 什么是各种 都要照顾到 它比较贵 microbiotics is often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usual ones 那这名士兵呢 把弹夹插入机枪中 the soldier inserted magazine into a machine gun machine gun的机关枪 你说这个 magazine 不是报纸吗 是 是报纸 那你可以说 这个 这个阿兵哥呢 这个当兵呢 他把一个杂志呢 塞到这个 机关枪里面 不是神经病吗 不是 他也可以弹夹 还有可以当火药库 就他又是 杂志 不是报纸 是杂志 magazine 也可以是弹夹 也可以是弹药库 所以意思很多 好 那我们顺便看看 这个 这边讲机关枪 machine gun机关枪 就一次可以连发的 那rifle就是一次 一次那个 打一发的rifle 步枪 那这个狙击步枪 就比步枪高级啦 因为他上面有那个 狙击镜啊 望眼镜啊 什么东西 他那个比较精致 比较贵 狙击步枪 所以那个英文 你说狙击手 就snipper 就这个字 snipper 狙击手 你不要讲shooter shooter只是开枪的人 他不一定是神枪手 狙击手要神枪手 你说他眼睛要多好 未必 因为他也有望眼镜 可是狙击手为什么呢 他就两个 第一个 他手要稳啊 手要非常稳啊 第二个 他要算那个风速啊 所以他也要调整 那狙击步枪 他不是固定样式啊 他不是啊 因为他不同的距离啊 他不是打 不是打一两百公尺 他有时候打七八百公尺以上啊 甚至要打到一公里啊 他风速啊 所以他要调整 他要算啊 他要算 还要算数好啊 要会算算数啊 要调 这个王佐 聊 那个 转多少 他上面有个 一个转轮 所以狙击步枪 还有他 他很会掩护 心脏也要大壳 所以一般的 就是 你眼睛好 不一定能这样 当狙击步枪手 你还有很多其他特质 手要稳 心脏要大 然后这个 有时狙击 手在那边 一待有待个半天 一天 不能动啊 所以你要稳得住 手枪就pistol 或者hang gun 都可以 电极枪就警察用的了 打你一枪 打受伤的也不好 你又不是杀人放火 就是不要你跑 对空鸣枪 你还是跑 一枪打 一枪把你打残废了 也不好 就电极 电一下 当然很痛苦啊 那当然有人心脏病啊 如果年大心脏病 搞不好一电死掉了 那倒是少嘛 一般坐舰犯 就比较年轻嘛 还撑得住 stand gun 那信号枪呢 就是电影上看到 往天空一射 哦 一直飞得好远 好高好漂亮 flare gun flare gun flare就是信号弹 信号弹的枪 叫flare gun 散弹枪就shut gun 那我们最后把这个 我们念一下 这个机枪 machine gun 步枪 rifle 狙击步枪是sniper rifles 这张加S不加S都可以了 那既然前面不加 这边都不加 手枪pistol 或者hand gun 电极枪 stand gun stand就是把你震住 不能动 信号枪flare gun 这个 信号弹flare 散弹枪 有人用那个伞 这个字 shut gun 这个不是射击枪 它就专用了 就用散弹枪了 那我现在YouTube上面有五个频道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我们把这个常用的去念一下 我们就熟悉一下 以后你碰到 我父母啦 我兄弟啦 我朋友啦 他喜欢去地中海国家 或者喜欢去北欧国家 或喜欢去加拿大 都可以 这只是例句 我和同事经常喜欢汽车 共同搭乘汽车上班 节省资源 大家方便 促进同事感情 I went to office with son associates by corporate orphan offen是副词 I went to the office with son associates by corporate orphan 所以我们同事常用associates 而且是比较关系近一点的同事 那个小女孩的马尾巴 发型可爱 It's so cute of that little girl's ponytail It's so cute of that little girl's ponytail 有机食物通常比较贵 Microbiotics is often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usual ones 这个字 它是有机 有机的 生化的东西再加S 我们固定了 就变有机食物 或者有机的一些产品 Microbiotics It's often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usual ones 这个士兵呢 把弹夹插入机枪中 The soldier inserted a magazine into a machine gun 不再是杂志了 也是弹夹 或者是武器库 弹药库 The soldier inserted a magazine into a machine gun 这一集讲到这里